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嘉爾, 你最近還沒有戲拍 如果有一天你有提名的話 我一定會投你一票 如果有一天你有機會上台得獎 你會感謝誰呢 正所謂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通常有許多個女人 所以我會感謝女朋友 如果有的話, 多謝我媽媽 我姐姐, 我婆婆, 媽媽 我大姑媽, 我小姨, 還有… 行了…我不知道你有什麼理論 一個成功男人背後有很多女人 這個是錯的 應該在一個成功男人背後 通常只有一個女人 就像Tony, 他有最佳新演員的提名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獲獎 你覺得他會感謝誰呢? 不用說了, 肯定感謝金像獎 不過我不知道他背後有多少個女人 所以… 說吧 我這些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扮演 不過畢竟, 替Tony很開心 可以有這個最佳新演員的提名 我覺得我們應該一人一句集氣 鼓勵一下Tony 我先來, 希望Tony可以順利 拿到這個最佳新演員 然後請看肉系的人認識 我也祝你好像打棒球一樣 一擊即中 這星期日ViuTV會直播香港馬拉松 到時候Brian你跑半馬 我不知道開電視 簡直在現場, 牽涉等你衝線 原來你除了排品好, 人品也這麼好 不過除了我跑, 我們也有體育系跑步小隊 有仇多、Dixon、哈利寶寶 甚至我知道Keyman和Elena 到時候都會在現場幫忙 這麼多人在, 當然要打氣 對, 我們也知道大會 今年是另次的頻道 不一定在現場 只要有手機, 都會把打氣說話上載 如果我寫Brian, 加油 傳聞都看到了 也可以這麼說 不過可否有創意一點呢? 譬如說 人又長得高, 樣子令你羨慕 好, 像電亂魔鬼那麼自豪 好, 就這麼決定 我把所有的方法都寫出來 全都教大家 只要上臉書上臉書就行了 就這樣說了 距離香港的馬拉松 進入最後的階段 當然, 我 仇多鳴 當然, 作最後的準備 將自己的訓練 調整到最佳的狀態 盡可能將訓練 搬去早上 適應比賽的時間 我又鬥8點那組 不知道你們要不需要鬥6點那組 我努力的同時 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做足準備 最重要是量力而為 在這個階段 不要超量的訓練 保持充足的狀態 充足的休息 希望大家 馬拉松 有好成績 加油 剛才恭喜你 敷地 好,我們來到第二節 首先我想代替女主持人 運動電影令香港市民一窩蜂 大家去打MMA,又來踏單車 現在整條街的人都戴上頭盔 有幾萬元的單車去踏 接下來的運動電影 我會否考慮一下女生 我知道你一直描寫一些男性運動 也比較少女生 其實我也挺想的 因為我覺得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自己的一件事 女生去做 有時候我們踏單車也是 看到女生上山 你會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你會覺得比男生厲害 所以我其實也很想有一個想法 例如一個以女生為中心的運動電影 當然我們面對最艱難的就是 我們要找到能夠這麼艱苦 可以為這部電影的演員才行 尤其是女生 女演員很簡單,踏單車 她又怕了,又怕跌,對吧 這件事是比較艱難的 但是有一次是令我更加強烈 想踏一個女生的運動電影和合 就是因為看了櫃台的女子MMA 因為我當時看到那群女生 從我第一天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問是否是假的 然後我看下去,不是,真的很厲害 他們勾心到說的打法 而且一群真的很拚命 然後上到台那種付出 當時我也是想 如果找這群女生來拍一個運動電影 那就真棒了 那就糟糕了 激戰出續集,先過波風續集 糟了,這個要想一想 不過其實說一說 因為之前破風 我看你練到運動員很辛苦 要求他們的真實度很強 我看你練槍戰的 真的要演員練槍戲 如果真的有下一部電影 其實你將來會不會考慮 要求能否再提升 因為始終在銀幕前是一種表演 而這種表演是要令觀眾覺得它是 是 所以一定要做足所有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不要稀場 所以不管是運動也好 或者我拍槍前動作片也好 我覺得裡面所有的細節 是要它有一種很入骨入血的演出 不是說我們走過去告訴你 你是擺A姿勢是這樣 然後B姿勢是這樣 而是要它在無論任何一個環境裡 它馬上就知道我應該怎樣做 這才是一個演出 如果每次都是我們這樣釘著做的 根本出來的效果都不太用 其實這件事可以套回我平常的工作 開車 行動 好… 其實真的很辛苦 如果我看到那時候破風跟著你的演員 那些機遇,我就不斷拘捕他們 不斷拘捕他們 然後跟你的指示去做 簡直比做運動員更慘 那一年我覺得… 我想… 隊裡或戲裡很多人很討厭我 不是,這個熱誠是… 雖然大家都會覺得你是一個魔鬼導演 但是你又會有那種氣場 令人很有熱誠跟著你去做 我是其中一個很敗福給你 你能夠完成這個旅程也很聰明 謝謝導演… 暫時就這麼多了 大家休息一下 他也有他的缺點 就是… 這個… 他的情緒激動指數比較高 我覺得是很高的 就是過往這麼多屆馬拉松 誰跑得快,誰跑得慢 關我什麼事呢? 你這樣嗎? 但是這一屆不同了 這一屆我真的對兩個人非常關心 第一個,仇多 第二個,Brian 因為誰跑得快一點 很直接影響到我本人 為什麼呢?你這麼好嗎? 對 因為如果你跑得快一點 我們大家可以看黃耀夫 和謝德謙世紀之吻 但如果仇多跑得快一點 你們不幸 有機會見到我,扮美輸了之事 我邪,其實你不是真心去支持我 不過很矛盾 一來仇多就不能比了 因為他每天6時起床操車 他可能厲害很多 但我又不想認輸 但我又想看你扮美少女 不要說那麼多 總之這個星期是跑過未知 一起跟他們打氣,加油